你能听见吗? 可以,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吧? 我能,我能,我第一次用这个,我不清楚怎么玩的 是吗?所以是您的连麦首秀吗?今天献给了我们 谢谢,谢谢你们 金哥一出来,大家都说哇哇哇好帅,然后说你瘦了 美颜开的很,我不知道怎么关美颜 有粉丝说发型没有竖起来,刚就有粉丝问说 我刚,我刚剪头,我刚剪头 坏了个新发型的粉丝前面 芯哥说话很酷,说话好酷 芯哥应该能听清我们说话吧? 嗯,他都说的可以听清 基本上可以听清,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卡 好,那先跟我们的粉丝打个招呼吧 嗯,是不是卡?你听是不是卡? 啊,我听着有点卡 我们这边听是正常的 不,你们说话有点卡,我听不清 那那那,不知道谁的问题 刚刚能听到吗?就是,呃,现在想请您给我们的粉丝打个招呼 啊,好的,好的,好的,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许昕 好的,好的,应该不是网的问题吧,我用的是联通的网 我们也是,应该是我iPad的问题 啊,刚刚有,刚有朋友问说就八卦起来了 谁在边上啊,边上是谁啊,都已经八卦起来了 啊,边上我不能,不能告你们 哦,是吗,没事,那我们就过,好吧,下个问题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前啊,有在全网搜集了一些 本思想问你的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呢,会把这些问题一一的转给你 然后呢,我们这个评论区里面 我们评论区里面也会有朋友 时时来问你问题 那我们呢,也会在评论区里面 把朋友的问题转述给你 那你今天的任务呢,就是 帮你回答我们粉丝的问题,好不好 对 好,我有权拒绝回答 某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吗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喜欢啊,我插播一句 喜欢我们星哥的,别忘了给我们直播间点赞 一会会送出神秘大礼 好,那我现在刚刚已经记录了好多星哥的问题了 嗯,第一个就是粉丝特别关心的 就说,星哥的伤好了吗 好像是肩膀的伤,对不对 伤好了吗 呃,应该算是一个急性伤吧 呃,之前也有过 就是这个所谓的叫撞击综合症 反正比较笼统的一个说法 呃,这两天练了一下康复 然后找了康复师治疗了一下,好了很多 哦,那就好,那就好 那就好,粉丝都很关心 对,对,要注意些 对 然后除了这个张宁的问题 还有一个,还有很多粉丝关心的就是 星星现在的重是多少 星哥的体重能透露一下吗 哈哈哈,不能 哈哈,这个就是季节回答这个问题 刚刚那个小胖一来,第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那个减肥的flag倒了吗 对,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刚才问东哥 他回答了吗 他,他说没倒 他说他保持了体重 保持必瘦了一些 所以他说了实话吗 啊,那我也应该跟他一样 哈哈哈,我也,俺也一样 那刚刚还有粉丝问到一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这个梗是哪来的 他说,星哥你现在能分清眉毛跟睫毛了吗 啊,有时候分不清,就是自己想到了 但是说的时候跟想的还不一样 啊,这是真的吗 这是一个梗啊 嗯,这个就是也是意外吧 应该前两天跟我搭档交流的时候 就是睫毛跟眉毛就是说极了 啊,没把这个分清就是先说了 哈哈哈,反正大家大概知道就行了 哈哈,好好好 那刚刚还有很多粉丝问呢 就是说,星哥最近有在听什么歌呀 能给我们推荐一首最近最喜欢听的歌吗 嗯,我听的都是老歌 我不太听星哥 也可以啊,万一我们的粉丝都很喜欢老歌 对呀,来给我们推荐一首吗 我打开一下啊 就是现在在看直播的基本上啊 90%应该对这种歌不熟 这样吗 我我念一下啊 我我最近听的 花香 花香 哎 听话 听过 手放开 孤单北万球 男人海洋 秋天不回来 求佛 丁香花 我都听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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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好像是我小学的时候听了 我也是 对 然后暴露年龄了 因为很多人应该还没出生呢 啊 对,所以我们对话的是三个老年人的老年龄 对 对 我俩很小 暴露年龄了 好,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啊 就是为了说 想也不是问了 就是很想听新歌现场给我们唱两句 对 而且很多朋友点歌点的是南山南 嗯 嗯 哦,我不唱 我不想 我不唱 唱歌是 我之前看过一个综艺节目 我忘了是谁说的了 就是说你请我上综艺节目是综艺节目的 你请我写歌唱歌那是另外一个价钱 哈哈 是另外的价钱 听到没粉丝朋友们是另外的价钱好吗 对,大家今天听不到了 太可惜了 那我感觉问到了 那我再往下 粉丝刚刚还有提到一个问题啊 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被拒绝啊 就是想听一些 会 会拒绝 会拒绝 哈哈哈 我们还没说呢 但是 这些朋友们 他是想听听新歌跟新嫂的狗聊 他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点外卖了 哈哈哈 好直接 我懂了 我懂了粉丝说的新歌很有梗 什么意思 对 那要不新歌给我们分享一下 就跟宝宝的趣事吧 这个可以分享 这个可以分享 嗯 就是 很多人 感觉我回去 可能跟宝宝不熟 但是 我回去 可能跟我想的也不一样 他挺黏我的 挺黏跟我玩 也可能我体力好 能陪他疯 能陪他玩 对 宝宝现在回天球了吗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博手的宝宝都特别天赋一禀 对 撑出来就会 没有他 他能会拍 但是对球的这个 他合不上 合不上这个球 乒乓球的这个点 但是能自己会动作 所以他用的也是 也是就是正常尺寸这样的乒乓球拍 还是有宝宝小小的那种 那肯定用大的呀 他手也不小 哇 这个好自豪啊 就说了 对啊 那星哥就是有意的想要培养宝宝 就是将来成为像您这样的人吗 嗯 不会 不会吗 就不会特别想让乒乓球这个路吗 嗯 我觉得他可以会这项技能 但是不建议去培养打乒乓球 我觉得乒乓球好像稍微有点困难 成排率太低了 嗯 有有朋友们说宝宝灰拍是左手还是右手 嗯 右手 这个是让我不太理解的 哈哈 就没有遗传到你的左撇子是吧 哈哈 对 哦 那那那你可以现在 现在让他左右手都练一下 这样你就可能心里就平衡一点 哈哈 啊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还要准备到别的问题啊 对啊 就涉及到训练呢 就有朋友们呢 说啊 平时会怎么去培养双打的默契 多交流 多沟通 就是啊 球吧 我觉得 不管跟哪一个搭档去配吧 因为我们都很多年的训练下来每个人的特点啊 每个人好与不好大家都清楚就是看怎么样能够沟通的更好 在有些细节上有的时候就是在特定环境下不需要沟通呃就会突然两个人都会有灵感都会能想到达到哪个方向另外一个人有提前的移动在那个在那个位置上去等着这个是比较关键的有的时候就沟通少自己打自己的虽然这个中国队的个人实力也非常突出但是要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话会更好所以我们在呃不训练的时候沟通还是很难的 比较多的 嗯 还有一些朋友我们评论机现在有宝宝问说鑫哥怎么减肥那么快呀就有没有什么呃小窍门 有不吃就行 好好吃就行 好好吃就行 然后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问到小胖的然后有很多朋友说要拿这个问题再问一下 嗯 刚刚问小胖的是 会很还期待跟星哥一起打双打吗 然后这个问题呢 邦尼正呢 就是还期待跟小胖一起打双打吗 你问他 他怎么回答的 他刚咋说来着 他期待 就是非常官方的一个回答 就是那种一碗水水关屏 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 男队员们都非常棒 我跟谁搭档都很期待 我并没有指向性的期待 那我就不期待跟他到了 我上次没有这么高的欲望想跟我配 好傲娇 这个很直接 钻水大师 那边是钻水大师 这边是泼水大师 好傲娇啊 一碗水直接给你泼了 这个双打的东西意向非常重要 对 要互相都是对方的第一志愿才行 对 双选的结果 还有什么 然后呢 还有问说 新歌在平时比赛训练的包包里面 必不可少的一个物品是什么 秋拍啊 除了秋拍的 对对 就比较有个人特色的东西会有吗 比如说冰骨带 冰骨带就是一般带膝盖上的 保护膝盖的 嗯 就平时是会是受伤镇静用的吗 嗯 也不是就是习惯了已经带上 然后突然不带的话 会感觉腿会轻很多 其实膝盖没什么 没什么问题 但是已经习惯了就不好摘了 就有的时候想 护腕一些 护腕也是有的时候带着会会比较紧 然后不带吧太松了可能 不一定能够这个控制得住 习惯性的东西 嗯 我们来 我们评论区 评论区开始要要要 他说 他说刚刚小胖明明说的是 非常怀念 对 很怀念 对很怀念 也很期待 那如果是这样的答案呢 那在在在星哥这里会有改观吗 他说很怀念 我觉得人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我对你好你对我也好 我觉得这个应该应该是对的 对 对 那就是你们传达的这个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被挑拨是因为你的 跟我们个人没关系 这个锅可大了 对 开始背锅了 对 没有可能是确实是我的记忆 记忆有无 是我记忆有无吗 还是你们帮忙纠正的 我也说不清 刚刚有朋友还问到说 星哥现在你们每天训练 几个小时 大概是几个小时呢 嗯 备战奥运会的时候 从现在开始可能时间会更多一些 练的也会比较多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基本上是封闭式的训练 嗯 差不多七八个小时吧 嗯 那还挺辛苦的 对 你有很多朋友问啊 星哥最近有在看什么书吗 嗯 看的东西比较多买的比较多 这 可能这个之前在想 呃 自己能学到 然后还能教育到孩子 然后买了好几什么 呃 巴菲特 有女儿的一生忠告 哈佛佳训 道胜和夫怎么样的成功 反正就是类似这种 这种书自己也能学习到 然后也能知道怎么样去当一个 一家之主 或者是说一个管理者吧 多学 啊 不管是什么方面 我觉得多看多学 举一反三 但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嗯 大家说奶爸不愧是你 对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啊 就关心的是 呃 你觉得现在的训练伙食好吗 好吃吗 嗯 嗯 特别好吃 但是我之前减肥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也挺锻炼我 抑制品质的 就是我我经常会 我不吃饭 但是呢我从食堂走一圈去磨练一下自己的抑制品质 然后从另外一个门带再走 啊 对 因为刚才我们星哥减肥的想说是不吃 对 哈哈哈 对 你直接从训练完进到自己房间呢 觉得没没挑战性 不吃就不吃了 我就是特意从食堂转一圈 尤其是从打菜的那个那一排走过 哈哈哈 然后才能磨练一下自己 就是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又又不能要 哈哈哈 这个这个好天性才行 那刚刚也有朋友说 因为刚刚星哥可能提到了 宝宝没有遗传到自己的左撇子 然后也有朋友说 那宝宝什么地方跟星哥最像呢 啊 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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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说了 可以抓住这个 个头 啊 还有说问星哥混霜 哎 又又有送命题来了 说混霜喜欢 送命题 你觉得我能回答吗 哈哈哈 能不能回答 咱们也得先读 不然我们就送命了 对 喜欢和小枣配 还是喜欢和莎莎配 喜欢 不一定就是我能决定的 但是我觉得我不管跟谁配 我都是会全力以赴的 而且 当然是跟谁赢的多跟谁配了 啊 但是我赢的都挺多 所以我都喜欢配 哈哈哈 说的好 也是一个很高情商的回答 那看一下啊 就有很多朋友问的啊 就因为好像是最近有一部 关于乒乓球的电视剧啊 叫做《轮廖》 就问说星哥有没有追 然后看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有追这个剧吗 没追 就没有感受 没有感受 我们这个问题过了 好大家听到了吧 我们想问星哥什么问题 可以再给 就是在我们评论区再发一下 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 就问了个比较犯的问题啊 就看星哥可能选一选来回答 他说个人或者在队里面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太多有趣的 因为我们现在封闭式训练太多了 听天就是练 啊 就好 很辛苦啊 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所以 嗯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问到 星哥啥时候更新唱吧 看对你这个歌迹 最近可能也不太不太唱 听得比较多 我在进修 啊 对大家 因为也出不去封闭式 我也没有出去进修的机会 自学确实很难 所以我特别佩服那些人 嗯 那星哥就是在这个比赛啊 或者训练训练以外的时间 是尽可能的会多陪我们这个 你的宝宝吗 我一天视频不下十回 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一两分钟 就是看一眼 哇 对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因为我那天也是听说 就是说这个宝宝他的成长 其实很快 就是一瞬间他可能就长大了 所以还是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他 嗯 嗯 然后呢有有朋友问说 星哥什么时候比赛最近 最近我们应该练一个月吧 应该在五月份左右就开始有比赛了 啊 来我们再看一下 星哥对于女 女生学直拍有什么建议吗 嗯 都是挺有勇气的 就是没勇气不敢打直拍 不管男的女的 所以女的可能会更有勇气 啊 好 是个很大的挑战 嗯 刚刚所以刚那位应该也是小姐姐 哎 然后有一位朋友啊 他应该是听到了 刚刚星哥买了一本书是关于女儿的 所以他们他一直在纠结说 星哥是想生女儿吗 是想生女儿吗 好私密的问题 好私密 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拒绝 我只是求生欲把它读得出来而已 那有儿子了谁不想要女儿啊 啊 儿女 那么简单的问题 不需要送命 啊 可以可以可以 哈哈哈 现在都开放二胎了 谁没事干 今天非得盯着一个去说 哈哈哈 可能会偏心啊 如果有小女儿的话 会偏心吗 因为万一有一个小女儿 万一等我有的时候我再去回答 哈哈 等有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个问题 别我现在回答了没有 那不白回答了吗 哈哈哈 好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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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完全完全不进套里面 这个坑都买好 我们自己掉进去了 哈哈哈哈 然后这里呢 我们我们是 本来是有说 准备一段绕口令 来让星哥模仿 那锤你有准备绕口令吗 那我们要不就说一个最简单的 刘兵奔北奔 炮兵奔 北边跑 炮兵奔 刘兵奔 你给我一张纸的话 我可能会念 我对台词的确实我觉得我功底不太行 不太适合进演艺圈 但是我觉得星哥他其实说的挺好的 对应该绕口令应该难不到吧 你可以一句一句的来 他说拒绝 不不不 绕口令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难 我可以 但是我背 我背不下来 啊 我不看的话 我背不下来 那或者是 因为前面前面两位 两位小哥哥小姐都给我们展示了自己的小才艺嘛 嗯 那星哥能不能给我们展示点才艺呢 对 比如说大家嚷嚷了一晚唱两句 对 唱一句 我刚刚我说话不算才艺吗 哈哈哈 那星哥身边有没有什么乒乓球之类的可以给我们也展示 有单口象征吗 哈哈哈 没有我身边没有乒乓球 乒乓球这个东西 对 我这网上视频这么多还不够看的吗 哈哈哈 还要表演 哈哈哈 对 那那那星哥平时可以多多更新一下抖音 对 因为我们都很关注你的抖音 对 大家都说 多口秀 哈哈哈 我也想这个更新抖音 但是素材不够 因为我不太会做特效 我自己这种原视频我觉得做的确实跟人家那一笔差了好多 没事 你把抖音看到那种 啊 就跟科幻片一样 哈哈哈 没事 你帅你就露脸就好了 大家粉丝朋友们就想看你 我看一下 他们说说说说您是许许怼怼 是是是挺对的 哈哈哈 这个这个把小姐姐都呛到了 特别好玩特别好玩 嗯 然后然后就就刚刚我们也也想问一下就是 是因为欣哥你知道你自己有好多花名吗 什么盲僧啊 大盲啊 大盲啊 还有您的队友曾经细说您是乒乓球界的瞎子之类的 哈哈哈 还有人民艺术家就就绰号好多 花名好多 你自己有比较认可的一个吗 特别喜 比较喜欢粉丝叫你的花名是叫哪一个 没有 没有 做啥都行 我从来不拒绝别人叫我什么名的 是吗 哈哈哈 对大家说让新歌唱歌 想听 好多人想听 给大家唱一句也好 再再再问一次还是拒绝是吗 就就带粉丝还是拒绝 唱歌呢是另外一码事了 和这个直播是两个世界的 那那没办法了 那个朋友们已经帮你们问了三遍了 再问我们就下不来台了 别说了他都拒绝了 那好那好那我们就不为难新歌了 下次他可以在抖音上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可以在你自己的那个抖音号给大家唱两句 对 可能直接冲上抖音当天热宝 那不敢当不敢当 对我们有一个你的粉丝宝宝 他说想要蹲新歌的一句生日快乐 他应该是今天过生日 对 录好评了录好评了宝宝 他就叫宝宝啊 他名字在哪 他名字挺长的 我担心你这绕口令背不住 他这个名字你也不好背 对他叫 凯说原来三小只喜欢你 好 你刚说的挺对 你再说一遍重新说一遍 凯说原来三小只只喜欢你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是联合宋说生日祝福吗 好 这个宝宝也算是给你送出生日祝福了好吗 刚也读出你的名字了 他说他都录下来了 好 好 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都说您精语的记忆 八秒记忆 不我录东西就是不行 就是拿张纸的时候我背不下来 我必须要念 但您即兴八回可以 所以不需要背 德语社编外人员脱口秀 我想应国家号召以脱稿为主 可以 可以 这个叫什么 被乒乓球耽误了的脱口秀学生 是吗 还有很多 想知道体测 对 还有说让辛哥聊一聊 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 近期有没有什么就是印象很深的 嗯 没有啊最近比赛确实也少 不容易记忆游戏 那刚才我们有问过那个 我们的小胖就是 问他体测是最擅长和觉得 最害怕的项目 那辛哥有没有就是最擅长 最害怕的项目 最擅长比较多 就这样 就结束了 嗯 就擅长的还是比较多的 嗯 就那最害怕 嗯 最害怕 跳绳吧 因为跳绳两次都没跳 因为我怕跳绳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跳的双咬 之前这个手腕的伤 可能 嗯 不太敢去跳这个双咬 所以两次也是写了 因病 退出这个跳绳的这个测试了 嗯 嗯 所以辛哥平时还是要注意身体 对 其实我们好多朋友应该是后面进来的 都在问 辛哥现在伤势怎么样好些了吗 辛哥也可以再跟后面的这些朋友 再说一下自己最近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啊 这两天挺好的 比当天好了很多 然后也一直在练 练习积极的康护 嗯 大家说一定要注意身体 一定要健康 嗯 然后就是粉丝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对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直播连白时间也差不多了 也谢谢辛哥和我们聊了这么久 对 我们俩很荣幸连可以线上跟你聊天 嗯 希望下次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去交流 对 好的 好的 辛哥有没有 就再跟我们粉丝朋友们说一句话 对 对 不一定是一句三句五句都可以 不知道说啥 哈哈 你们如此傲娇 如此可爱 我们就不知如何回答 好 好 好 那 那就再次谢谢辛哥啦 今天辛苦啦 比赛加油 对 好 早点休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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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